Google Pixel 9 Pro XL Vivo X100 Ultra Vivo在手机影像方面做的比较好 但这点大家都清楚 但是在手机计算摄影领域 还有一个宗师级别的存在 就是Google自己的手机Pixel系列 那本期呢就用Pixel的旗舰 跟Vivo的旗舰对比一下 首先要感谢一下 远在海外的北辰先生 不远万里把这台Pixel寄到了我们手里 还有呢就是要感谢大家的点赞和加关注 尤其是加关注 这是让我们这档节目不停更 继续更新下去的动力 所以就谢谢大家了 正式测试前还是鼓励摄影环节 摄影环节的照片都经过了调色 目的就是为了不让大家 能分出来是哪台手机拍的 因为只要是能成像的设备 都能参与到摄影中来 我拍的不好抛砖引玉 希望我这么做 可以起到一些引领的作用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完前面的照片 不要只琢磨是哪台手机拍的 因为能成像的设备 都能参与到摄影中来 欢迎收看ZPH 别忘了点赞和加关注支持我们哦 那下面咱们就来看看 这样台手机在影像方面的表现吧 皮克索这边主射超王角5倍的长焦 威望那边是主射超王角3.7倍的长焦 在皮克索的配射界面中给了4个焦段切换按钮 0.5倍的超王角1倍的主射 2倍是主射的数码边焦 还有就是5倍的长焦镜头 Vivo的配射界面给的边焦按钮就比较多了 0.6倍的超王角1倍的主射 2倍呢也是主射的数码边焦啊 还有3.7倍的长焦以及10倍的数码边焦 这个10倍的数码边焦呢 就是3.7倍长焦镜头的数码边焦 点击每一个边焦按钮呢 都能显示当前的等效焦段 这点是非常好的 而且连续点击每一个边焦按钮 还会出现其他的数码边焦焦段 那么这些焦段呢 就是Vivo给你预售好的 推荐让你用的 而且最上面的10倍呢 还给了一个等效600毫米的 26.1倍的数码边焦选项 那么咱们每颗镜头结合不同的应用场景 咱们挨个的聊 还是先从主射开始聊 先说一点参数 感光器尺寸 Vivo的更大 其他的嘛 两边差不太多 从视频样片上看 两边的颜色都非常好看 但是PiXO呢偏淡雅一些 Vivo那边看着颜色非常的热情洋溢 你们更喜欢哪边的风格呢 喜欢PiXO的1 喜欢Vivo的2 那么中心解析力方面嘛 两边做的都不错啊 再看一组主持的对比 成像风格方面跟刚才一样 PiXO的更冷静一些 Vivo看起来更热情 这回你们更喜欢哪边的色彩风格呢 那么中心解析力方面 这回是Vivo的表现更好 从后面的白墙上面的各种起伏 还有裂缝的展现方面就能看出来 Vivo在这方面是比PiXO展现的更多的 这不是瑞化啊 瑞化是不能平添细节的 瑞化是把已有的细节添加对比度 让它看起来更锐 没有的细节它是没法处理的 再看镜组的光学质量 这个看的是制造成本啊 那么PiXO上期已经说了 它的镜组光学质量是非常好的 边角画质把控能力非常强 虽然说它的感光器更小 更容易把控边角画质 但是它的这种把控程度 已经算是相当优秀的了 而Vivo的镜组光学质量呢 在1英寸底里边也算是不错的啊 但是注意看树叶的缝隙透出的天空那部分啊 有数码处理的瑕疵 当然了这是计算摄影的问题啊 跟镜组的光学质量没关系 再看另一个角的表现也是如此 PiXO主射的镜组光学质量相当的稳定 相当的强悍 Vivo的表现也不错啊 在1英寸底里边也算可以的 两台主射都有5000万像素高清模式 上期节目中已经看到PiXO主射高清模式的解析力是非常牛的 那么这次对比Vivo呢 它的表现依旧是非常强劲的 是比Vivo主射的高清模式更厉害的 但是Vivo的主射高清模式还有更高清的AI高清模式 那么在AI的加持下呢 两边的解析力差不多了 不过老实说呢PiXO的高清模式成像速度方面还是有点慢的 Vivo的高清模式以及AI高清模式的成像速度啊 都是比它快的 再说超广角镜头 从参数上说感光器是Vivo的更大 但是光圈呢是PiXO的更大 而且PiXO的超广角呢是支持微距的 Vivo的微距呢是用长焦镜头来拍 那么微距呢咱们就到微距环节再说 咱们现在先看超广角 从视拍样片上看颜色风格的差别呢跟主射是一样的 PiXO这边更淡雅一些 Vivo那边看着更热情 那么视角差距呢如图所示 PiXO的视角是更宽广的 这个红边就是Vivo拍不到的范围 但是中心解析力方面还是有差别的啊 PiXO更强 再看一组超广角的视拍样片 这回颜色风格的差别看起来好像更大了 你们更喜欢哪边的效果呢 喜欢PiXO的打1喜欢Vivo的打2 那么中心解析力方面啊 依旧是PiXO的表现更好 镜组的光学质量也就是边角画质把控方面呢 这两台超广角的表现可以说是水平相当的啊 无论是哪边它们的效果都差不多 两台超广角都有高清模式 PiXO4800万像素 Vivo是5000万像素 这会在中心解析力方面呢 两边都差不多了 V剧拍摄上两台手机的区别是很大的 PiXO是用超广角镜头来拍摄V剧效果是最好的 它跟苹果和三星一样啊 现在这三个品牌还都是用超广角来拍摄V剧 Vivo那边呢是用3.7倍的长焦镜头来拍摄V剧的 也是大家目前比较喜欢的拍摄V剧的方式 但是从实拍样片上看呢 貌似放大比是PiXO的更大一些啊 那是因为PiXO呢是用主摄接近背摄物体之后 用超广角裁切来拍 所以显得照片的放大比更大一些 那Vivo的3.7倍呢 也那这儿的数码变焦选项 现在看到的就是7.4倍拍摄V剧的效果 两边看起来放大比就差不多了 不过要是把两边的照片都放大看呢 实际上那台手机的V剧效果的解析力方面呢 可以说差不太多 就是拍摄方式上 由于一个是超广角一个是长焦 在拍摄体验上差别还是挺大的 我个人呢还是比较喜欢用长焦来拍摄V剧的 那再说中长焦镜头 先说参数 长焦镜头这块Vivo的感光器更大 像素更高 它达到了2亿像素啊 这也是这台手机的亮点之一 但是对比样片呢 咱们先从二倍焦段开始看 二倍都是主摄的数码变焦啊 还没用上长焦镜头呢 那么中心解析力方面呢 Vivo的表现更好一些 成像的观感更锐 现在Pixel是3.5倍 它依然是主摄的数码变焦 Vivo是3.7倍的光确镜头 那么解析力方面没有悬念啊 Vivo的表现更好 更何况这个焦段下 Vivo还有2亿像素高清模式 那么这个时候 跟Pixel 3.5倍在解析力方面的差距就非常大了 Vivo的表现强很多 现在是5倍的对比 Pixel是光确镜头了 Vivo是3.7倍的数码变焦 那么这个时候解析力呢 只能说两边差不太多 如果仔细看仔细分辨的话 Pixel稍微强一点点啊 或者说只能说是只强不次 但是并没有强出什么 那么问题来了 Pixel 5倍的高清模式 和Vivo 3.7倍的2亿像素高清模式 比哪边更厉害呢 还是Vivo的更厉害啊 而且效果强的挺多的 现在是Pixel的30倍 对比Vivo的26.1倍 注意啊前面说了 Vivo专门给了一个26.1倍的数码变焦选项 那么这个时候在解析力方面啊 两边的风格差别可就够大的了 为什么说是风格差别呢 要说解析力方面啊 Pixel这边其实并不差 很多细小的裂纹 这些纹路的展现呢 甚至比Vivo还要好 Vivo那边把所有的裂纹都进行了加强 看起来更锐 也效果更好 但是很多细小的裂纹呢 它并没有拍出来 它有很多的数码处理痕迹 你说锐化也好 锐化之后再柔化也好 总之两边的照片在视觉方面 是两种完全不同的风格 要说解析力嘛 嗯 其实差不多 观感上粗看起来可能是Vivo的更好 再说前摄先看自拍的表现 用的就是手机前摄的默认设置 那两边最大的区别呢 先说肤色啊 我感觉Pixel这边的肤色呢 看着挺自然的啊 并没有比Vivo那边难看 一开始觉得不行 但是看了一两秒钟之后 觉得还可以啊 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肤色看起来挺自然挺好的 Vivo那边的前摄呢 就是看起来漂亮 而这两边磨皮方面的差别 也是非常大的 Pixel这边呢 很自然 并没有给你做什么磨皮啊 美颜 Vivo那边呢 是可以看出来 它是想在尽量保持自然的同时呢 给你一些美颜 那两种照片放在一起看呢 Pixel这边呢 就是力求真实还原 Vivo那边呢 让你第一眼看起来喜欢 那这就是它们两个前摄方面 最大的区别了 再说前摄录像的效果 现在看的就是 它们都是逆光的情况下拍摄的啊 就是背对着眼光 这个时候脸部的区别是非常大的 明显是Vivo的更好看 那这回Pixel那边呢 就跟什么自然呀 跟什么真实啊 虽然说也有关系吧 但肯定就是没有Vivo那边好看 但是把方向调过来 都面朝太阳的时候 就是顺光的时候 这回两边的面部表现呢 差不多了 但是还是Vivo的稍微好看一点点 是吧 两边的防抖跟清晰度都是不错的 再说人像拍摄 用的也是手机的人像模式的 摸人设置 没有调其他的 那么第一个场景的表现 Pixel这边的人像肤色方面 还是没问题的 比上回看着强一些 最起码跟Vivo比呢 差距不是非常的大 Vivo那边呢 还是一如既往的强啊 在人像方面 第一眼看上去 就非常的讨喜 把人物拍得非常的帅 让人看着非常的开心 但是换了一个场景啊 这回有些逆光了 Pixel人物脸部的表现 就明显没有Vivo强了 而且Pixel在人物 抠图方面又出现了失误 而且这些失误呢 还都围绕在人物的脸部周围 耳朵旁边 所以看起来还是非常明显的 这点呢 Pixel的表现就不是很好了 所以在人像拍摄方面 Vivo还是一如既往的强啊 再说直出扩张度的表现 直出扩张度呢 看的是在大光比的环境下 亮部跟暗部的细节呈现 比如说亮部能不能亮的上去 亮出的细节 比如说云层啊 还有树枝和天空的分界是否自然 暗部呢 看的是能否按得下来 而且暗部的细节呢 要保留的完整 噪点呢也不能太多 最关键的是不能偏色 那么这两台手机的表现呢 无论是主摄还是超光角 可以说都非常厉害 但是呢 也都有失误 比如说Pixel 有几张超光角的样片 亮部细节是没有Vivo的好的 但是到了高弹度的场景 主摄的暗部表现 就是Pixel的更强了 首先它的暗部能按得下来 还能保留细节 而且没有任何的偏色 Vivo在这方面的表现呢 就没有Pixel强了 再看夜景的对比 那么前面几个场景 无论是主摄和超光角 两台手机的表现 水平都非常高 就算是到了大光比的场景呢 当然这是城市环境啊 两台手机的亮部跟暗部的表现呢 都是非常充分的 只是到了这个高难度的场景啊 主摄的表现 两边还差不多 但是超光角 亮部的差距就非常明显了 Vivo的要强很多 来到了霍安的场景 主摄的表现 清晰度两边都是没问题的 但是暗部细节呈现呢 Pixel就没有Vivo的好了 超光角的表现也是如此 现在是长焦的表现 先看二倍啊 它们都是主摄的数码变焦 亮部细节呈现方面 Vivo的更强 现在Pixel 3.5倍 Vivo 3.7倍 亮部细节呈现这回Pixel没问题了 但是暗部的噪点呢 是没有Vivo控制的好的 现在是5倍的表现 这回亮部跟暗部的细节呈现 两边都很好了 但是颜色风格的差别还是有的 你们更喜欢哪边呢 现在是10倍的表现 两边依旧都是非常出色的 来到了昏暗的场景 现在Pixel 3.5倍的数码变焦 Vivo 3.7倍 咱先不说亮部跟暗部的细节呈现 放大看清晰度 就是Vivo的要强很多呀 现在是昏暗场景5倍的表现 这回Pixel的清晰度提高上来了 它毕竟是用光学镜头拍的嘛 但是暗部细节呈现还是Vivo的更好 而且放大看也是Vivo的更清晰 来到了极暗环境 先看第一个场景祖传神术 主摄的表现两边差不多 超广角的表现两边也是在播种之间 健身器场景非常的极限 主摄的表现Pixel还行啊 跟Vivo比的话细节呈现差不多 仔细看的话呢 还是Vivo的稍微强一点点 那么超广角的表现呢 两边还是半斤八两 祖传神术Pro场景就非常的变态了 这个时候Pixel的主摄就扛不住了 在细节呈现方面是没有Vivo的强的 超广角的表现两边依旧都还行 视频录制用的是手机的默认设置 也是最接近社交软件录制的效果 现在是主摄白天手持走路的表现 没有架子没有稳定器 两边的效果非常接近 看起来就跟一台手机拍的似的 颜色上呢还是稍微有一些区别 解析力跟防抖都是非常好的 现在是超广角的录像表现 两边的防抖跟清晰度依旧都是非常不错的 当然在空长度方面呢就是看远处亮光的部分啊 还是Pixel的表现更好一些 现在是二倍数码变焦的表现 两边的清晰度跟防抖依旧都是非常好的 就是在色温方面还是有些区别的 Pixel那边呢稍微黄一些 Vivo偏蓝 现在是3.7倍的录像表现 Pixel是主摄的数码变焦 Vivo是光学镜头 解析力的差别还是很明显的 Vivo的更好啊 现在是5倍的录像表现 Pixel就是光学镜头拍的了 Vivo是3.7倍的数码变焦 解析力方面两边看起来差不多 但是Vivo那边有一种灰蒙蒙的感觉 而且色温呢还是偏蓝 整体表现还是Pixel更好一点 现在是20倍的录像表现 也是他们最远的录像的数码变焦焦段了 两边的解析力呢都还行吧 差不多 但是Vivo那边还是有一种灰蒙蒙的感觉啊 Pixel这边看起来正常一些 但是解析力呢也没有比Vivo高 现在是主摄夜晚的录像表现 两边的清晰度都是不错的 防抖也都不错 鬼影呢Vivo控制的好一些 Pixel稍微明显一点 而且鬼影 现在是超光角的录像表现 Pixel的稍强 而且已经到了可以稍微用一下的地步了 不过这么暗的场景呢 能用主摄还是尽量用主摄啊 现在是3.7倍的录像表现 Pixel是主摄的数码变焦 Vivo是光学焦段 解析力也就是清晰度 使Vivo的更强 而且高光部分的表现 也是Vivo的更好 是不过他们俩呢 都是有些归影的 现在是5倍的录像表现 清晰度这回两边差不多了 但是防抖的表现 使Vivo的更出色 Rare嘛 还是两边依旧都有 公元设计方面 上级也说过了 现在苹果 三星 还有Pixel 都有了自己的家族设计语言 手机的辨识度是非常高的 在远距离就能看出来 用的是哪家的手机 那么这么做的好处呢 当然就是辨识度 当然就是品牌效应 不好的地方呢 就是手机内部各种元器件的堆叠 要自己去想办法自己去研究 当然了就有增加了研发成本 手机的价格会更贵 那Vivo那边的工业设计呢 算是用的是业界比较成熟的方案 那至于这两台手机的造型 你们更喜欢哪一边呢 喜欢Pixel的打一 喜欢Vivo的打二 那至于硬件方面啊 就是性能方面 我可以告诉你一个准性 Vivo的性能更强 只不过具体的游戏发热跑分啊 这就不是我们节目的重点了 我们只是聊影像的节目 OK到结尾了 看完前面内容 希望可以在选择方面 为您提供的帮助 也希望您能喜欢我们的节目 别忘了点赞和加关注 支持我们啊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